大家好,那么最新的消息,特朗普的脸书还有Instagram,账号已经恢复了 这是俄罗斯媒体报道的,脸书是美国的社交媒体 Instagram是俄罗斯的,你可能还不知道 很多人用Instagram,但是还不知道它是俄罗斯的社交媒体 它实际上它的开发,包括它的后台,还有它这个创始人都是俄罗斯人 俄罗斯人在互联网领域其实是非常有什么的,我觉得是非常有建树的 大家知道美国互联网当年是跟苏联在竞争 苏联肯定也有一帮科学家在研究美国的互联网 它是对标的,那你美国互联网到一个什么程度 苏联一定有一帮人研究到,也到这个程度 你看双方都是有一批人的 所以俄罗斯对互联网的研究也是到位的 就微软的有很多高管 包括现在美国的一些著名的互联网公司 那些老板原来都是俄罗斯人 有技术的 俄罗斯在互联网上它是有发言权的 那咱们这么说,这个Instagram还有Facebook给特朗普的脸书 还有Instagram主页都恢复了 但是目前来说川普没有发一条脸书 没有在Instagram发任何一个新的消息 所以就是说现在呢 特朗普没有任何新的发布 还不知道特朗普知不知道自己的脸书 还有Instagram已经被解封了 或者他知道解封了 只是他不想发了,不想在上面继续使用了 这个目前还不得而知啊 这个川普呢,我看来现在助手也没了 助手也纷纷辞职了 因为没剩几天了嘛 所以想着就是 这个账号可能也就不再关注了 不再想了 也可能是一个情况 那国会山事件之后 包括推特和脸书在那几乎所有社交媒体平台 都封建了特朗普的账号啊 1月6号,特朗普支持者占领了国会 那特朗普的他的这个占领国会呢 支持者占领国会使得拜登的选举人团认证过程被中断了 包括一名执法人员在内的五人在骚乱中死亡 国会山事件以后呢 脸书首席支撑官马克扎克伯格表示啊 特朗普的账号被锁定至少两周 直到权力和平完成交接 那目前呢 包括欧洲在内啊 对这个脸书啊 还有这个谷歌啊 还有Instagram封锁特朗普的账号 现在是非常不满 认为这打击了言论自由 那这次解封呢 其实也是 我觉得也是啊 脸书啊 Facebook啊 还有这个Instagram等等吧 这些社交媒体受到压力啊 如果他继续封锁 这个川普很可能被欧洲或其他国家呢 认为是反人权 反对言论自由 很可能后续会遭到什么 遭到起诉 那要赔一大笔钱 这个事呢 我觉得川普是非常识相的 你解封了 解封我也不乱说了 就川普应该和民主党 还有和他共和党党内的人员达成了共识 就我不再说了 我也不再挑起事端了 这个事就过去了 嗯 你从这个经过上 你可以看啊 现在这个互联网企业 真的啊 可以控制政治啊 咱不说控制政治 可以影响你的政治 可以影响了 谁能说 谁不能说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事可以看 未来整改这些互联网企业是个趋势 这就我说福获相义 你一下子把你的本事漏出来了 全世界都盯着你 一下大家就明白 哦 你还可以有这个能力 你Facebook 是不是 你Instagram 你油管 YouTube 是吧 谷歌 哦 你们还可以影响政治啊 那你跑得了吗 你跑得了吗 那谁不想控制控制你啊 我觉得欧洲未来啊 可能会专门立法 针对什么谷歌啊 脸书啊 Facebook会立法 会立法的啊 如果你触发这些条款 你可能要被巨额的罚款 美国未来可能也是要会立法的 就非常有意思了 我说很多事就福获相义啊 你有时候把你这个能力漏出来以后 其实就已经暴露了 暴露以后呢 那等待你的是什么 就不用我多说了 很多时候吧 你看美国的这个科技公司吧 它真的有点像这种深层国家 他们深深的影响这个美国 只是别人都不知道 当做没有发生 这一次大选 我觉得是整个美国历史上的一次转折 让所有人认识到这个互联网企业的厉害 互联网企业 它是可以影响到美国政治的 这另外呢 我觉得也是美国 对吧 整个国家开始分裂的一个转折吧 你从这点上看 越是传统行业和这个新兴互联网行业 他们两个这个支持者会越来越分裂 传统行业会认为互联网行业控制这个国家 那他会反对这些互联网的新兴寡头 以前互联网这些寡头啊 其实名声还是好的 从这次事件可以看 包括Facebook的扎克伯格可能会走向什么 走向转折 由原来高高在上啊 带引领了科技 是不是 全是正面形象 可能会被人家像负面形象啊 进行 我觉得是一种抹黑吧 可能会被进行这种抹黑 未来可能扎克伯格呀 或者是脸书 Facebook 谷歌这些高科技公司 被美国人越来越针对 这都不能排除啊 哎呀 福获相依啊 好